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桃园航空城安置住宅连续四天进行选屋号次抽签 牵动了上千名拆遣户的权益 那么一早就吸引了有330人到现场 来确保自身权益不受影响 那么住宅发展处是表示了 安置住宅已经陆续完工 最快年底就能入住 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一连四天举行安置住宅抽签 所日蛋白区第一阶段的拆遣户 有330名到场 实际访问参与的拆遣户 普遍对这次公平公正的抽签方式感到满意 其实像这种政府的这个抽签 以公平公正在这个录影 前程录影之下的话 认为是最公平的一个 就是说包括以你顺序签 那么你的这个号码的话 都非常非常的公正公平 选屋号次抽签之后 五六月再按照号次选屋 市员由屋和道场了解状况 看到拆遣户终于能够坐在现场进行安置住宅抽签 很为他们高兴 市五蛋白区的安置住宅举行抽签 那今天早上民动都来看这个抽签顺序 那以后选配土地还要再抽一次签序 所以说我们都一直在关心说 他的安置住宅的这些施工品质 各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监督 航空城安置住宅合计新建1920户 正在施工当中 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就能够入主 那相关我们住宅处本处 在新建设宅的部分呢 相当的工进也都在如期的进行 也在今年年底会陆续完工取得使用执照 拆遣户可以按自己的需求 选大屏数或小屏数的房子 不过如果抽到的选屋号次越后面 能够选的房型就越少 另外由于安置住宅没有移转年限的规定 已经由业者加码权利金收购安置住宅